111学年度浊西春校联合运动会师生加上 浊西村民超过300人动起来参加 活动有甜性趣味村民舞蹈展演等 以及浊西国小小神射手反驱功射箭模拟练习 活动非常热闹又精彩 穿着粉红色短袖手拿彩球跟着音乐舞动起来 看起来活力满满 这是浊西乡111学年度浊西春校联合运动会全村动起来 111学年度浊西春校联合运动会 学生加上浊西村民超过300人动起来参加 当天有田径趣味村民舞蹈展演等等 以及浊西国小小神射手反驱功射箭模拟的练习 活动相当热闹又精彩 我只有三个感谢 第一个感谢我要感谢我的主人 天气那么热 在工作房门当中放下他们的工作来参与今天的春校联运 真的是要谢谢他们 第二个感谢是我们的校长 他在担任我们浊西国小的校长 北一处很多的选手 无论是选手未来的路走到哪里 希望能够要感恩我们的恩师校长 及我们浊西国小的一些的老师 更要感谢的是我们在座的长官贵宾 这么的支持我们浊西的一切的事务 还有一些的建设希望我们把这个感恩在心 卓西国小田径队 板区公射箭队 传统歌谣等校队成绩都非常的亮眼 展现了卓西国小不仅仅在体能运动发挥专长 在文化传承更是重视 透过运动会的方式展现同学们的热情跟火力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